台南市一名50歲的南省 因為工作的因素 需要長時間來站久和伴侶 加上年輕時白變不順 跟門口是最有抵襯精度的問題 雖然時間一久 抵襯怎麼會怎麼嚴重 經過台南市立病院 一般外科醫師林薇廷的蘋果 後來接受微創的痔瘡消融手術 才讓醫中心再找回這段來工作 基本上痔瘡是個目前國人常見的問題 無論是男生女生都蠻常發生的 什麼情況下需要切除痔瘡 基本上我會抓幾個常見的症狀 第一種就是像貧血 有些痔瘡會引起一些出血 萬一長期出血導致貧血 有症狀的貧血的話 像頭暈不舒服 這個痔瘡可能就需要做切除的動作 第二點的話就是痔瘡拖出 到不愈推回去 長期引起疼痛傷口不愈的話 其實這個痔瘡如果在一些保守治療失敗之後 其實都要建議做切除的動作 基本上我剛才有提到三個手術 第一種就是痔瘡結紮手術 它相對上比較適合用一個比較早期的痔瘡 第一期第二期會比較適用 它的破壞比較小 手術時間快 基本上門診手術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它的缺點就是說太大的痔瘡 它沒有什麼效果 而且也比較不適用 第二種就是傳統切割 跟並用能量切割器的話 它適用於所有的痔瘡 就第一期到第四期 它基本上都適用 它相對上的缺點就是說 它畢竟會有一些傷口出現 越大的傷口 變成一些疏後的恢復 疼痛感都比較會有影響 相對上初血 一些疏後的併發症 會比較容易發生 最後一種的話 雷射症瘡消融手術的話 基本上它相較於 前一種傳統切割的話 它傷口是更小的 也可以適用於部分切割的手術 它是可以結合一起使用的 它的唯一的缺點是 自費稍微比較貴一點 不然它一些疏後的 恢復傷口疼痛 相較於傳統切割都是比較好的 遺書表示 其實大部分的底層 都是沒有競爭 一開始輕度的競爭 需要保守的治療 但如果嚴重 就必須要外科來概率 目前秋雪有分底層的結紮 傳統的切割 有才是併用能量切割器 跟微創的雷射消融錠 因為country分大小 而且部分又需要煮火 但country小容易適合 也是不會接換這些辛酸點 台南新聞您跟蔡宏保德